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要珍仓和珍丹的基金经理赢钱卫频道,我是朱sir 今天影片分析的内容是我个人见解,并不构成任何的卖卖建议 今天是2024年10月30日星期三,10月份吴经吴国又结束了一个月 今个月整体美股大盘维持一个相对区间的格局 当然我们之前已经很强调炒股不炒市 现在有不少股份自己因为内身增长强劲的关系而上升 有了完全独立于大市的自己强劲走势 也可证明我们先行的看法成立 而我们自己的群组炒股份有相当不错的获利 但未来11月我相信就是第二个世界 无论是美股和港股,11月份注定不会风平浪静 我们今晚就有美国的PCE 然后星期五还有失业率和飞龙 紧接着下星期最初,11月5日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而11月7日就是美国联储局议息会议 而11月8日又刚巧在中国人大会议结束 所以一连串这么旁白的事件 你就可以看到波动性一定是一定的 大家就要做好一个博弱的准备 为今年和特别是明年整体的投资收益 无论是投资或投机也好 都完全可以按上一层楼 亦都可以赚那么多钱 亦都用历史证明了总统大选年的紧接那一年 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航程一年来的 我指美国 当然大家也欢迎非常大家想了解整个格局是如何 亦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11月份的博弈的攻略 总统大选作为主题的攻略 和大家去分享实战和博弈的操作技巧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总统大选年的部署 点击下面的连结报名 废用也是全面的 好了,我们也简单单回覆盘 不如恒指先吧 恒指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恒指我们上集也提到了 它是起码在结算前值 是不会突破地提出的区间 即是以20500点作为中间位 上方是20900点作为上面的比较严重阻力 而下方是20100点上下刹 追渣追孤,隐人追渣追孤 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走势 和我们的分析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你确实每天见到 都是去到20500点这些位置 昨天夜期就极衰 即是在日期 日期最高是20890点 欠10点才能突破我们所说的20900点那些价位 而去到夜期 又是假突破 拉了上去 然后又再打回你 所以在期子结算 在期节的角度 今天是期见 我正在读着这份稿 的一刹那 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走的 所以整个格局未正式有所谓上下的突破 虽然我拍片的一刹,恒指九雾踏八又不知干什么 夜期冲到最高二万又是二万一千,欺骗了人去追渣之后,现在重力打了下来 你最高欺骗,现在被他欺骗了,提过大家不要高追 你可欺骗了,现在阴谷诸地没有七百点,24小时都没有过,都已经没有七百点 你想想,如果share前不适合,但无论,你也不用看得太淡 我昨天收市时,也有在YouTube社群出了提示 虽然他这次未必能突破,短期也不用说太淡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以仓位的盘路来看 我觉得要想突破二万零九八仍然是有个机会的 不过就不是说现在这么快而已 现在未突破就不代表将来突破不了 中间也有很多大事件,也充满了很多变数 例如阿侵侵,现在的民调的胜券在黑 但事实上,如果熟美国大选的制度 根据选举人法则,其实最终欠勝的是若干摇摆的州份 特别是选举人票最多的宾夕法尼亚州 所以我们就说得宾州就得天下 就算川普在其他摇摆州里获胜 只要一个不小心输了宾夕法尼亚州 最后的赛果也很难预测 所以现在是不是真的有人跟你冒这么大风险 是终极大洋竹超级偷步突破呢? 美国自己也有少偷步 跟你写那宗港股就不够胆了 何况港股他何德何能去进行大幅偷步 连阿爷都这么保守 是要等美国开了整个盘口之后 然后对不对得这么巧 就是11月8日人大会议才结束 连最高指路层也不敢拼 我们这些散户博来干什么 所以最后的结论也是 就是再量化数字上 即是恒生指数点数上的看法 量化大家最清楚了 如果恒生指数在11月8日前 万一又回落到20,000点头 那你就设计可能是波波反弹 就是那句最多设计可能是300-400点 然后指洩离场就算了 如果不用这一个左侧去吸纳行为 其实你也很难去做个事 总之我以下这一句 不要觉得我说不吉利的话 那我现在先说 宁愿左侧去抄底 最后击击几百点止蚀而输 都比禁欲侮辱 每次告诉你是10万亿 20万亿 这个会忍你去追赚 拿完之后不够24个中枢 输700点、1000点 如果大家都是输的话 即是不吉利的话 当是辆水说过 我宁愿前者也不要后者 因为后者本身策略错了之外 都是要重复三次 实在是太没欲 太没欲 这种输法 即是高追而输 实在是太没欲 那这个就是港股的看法 那就去回来开开收收的美股 开心收的美股 不用许是这么重 那纳斯达拉指数就没什么特别 一如既往 都是相对小的波幅 因为他说了几十万次 在等待大选 不过除了这些外在因素之外 我们也看一些内在的因素 可以透过主力推动美股 七间Megacap的科技股企业的业绩 去分析现在整体美国企业的情况 很明显你发觉 初步的结论仍然是属于强的 仍然是OK 例如我们上集的标题 是否写到明了呢 也写到明了 我们是看好Google的 而我们看好Google的 其实不是单纯上一集看好 其实之前他是因为 那些所谓垄断法的违规的新闻 然后被逼分拆那段 不停滑地滑下来的时候 甚至由百六元 滑到就算一四百也好 中间是周十个波折也好 你也知道股票跌得多 那些人就有怀疑 有很多Lois 但是我们宁愿是冒着 被人说越跌越推 推别人入 我宁愿你这样去 误解我也好 我都要勇敢地指出 Google是特价时段 现在由最低$148 到现在盘前$180 大家都明白究竟是 朱sir是否为大家好 当然 大家也不会预测 有了这份业绩 就在这份业绩 就在这份业绩 就在这份业绩上升 其实也不会 由下面那位 升到去$180 都价值了大家 其实也是一个完整的上落结构 有一个完整结构 而健康上落 总厚于某个地区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 而AMD上集 大家有听书 是否也有听到 我们对于整体业绩的看法 就偏向是很保守 我们也很指出 语众心诚地指出 在前面拨业绩的人 你真的不要拨 这个很容易是双杀 业绩双杀 结果似乎是100% 如我所说 很简单 你客观 你开回AMD的图 他在公布业绩前夕 是连拉了4天 甚至昨天连盆楼都还没开 是否真的引起好友 推进去 然后单日无尼拉坚 业绩都还没出 你自己够将升 差不多4% 这些好友想着坐定领绩 怎知道一开盆楼 一跌了7% 跌了7% 你又不要以为很开心 因为跌7% 其实是对于做末日期权的 这些浪布的人来说 是刚刚好打和赢 只要他在美国一开盆楼 由跌7% 拉到只跌4% 传说中 就是好淡两边杀了 好淡两边各卖100亿 输足100亿 大家是否完全可以体验到 我们在业绩未公布前夕 已经预先预告了奇权相杀 你很少听到股份 我们这么语重心上去提醒你 似乎我们的江湖经验 也在今次里正确 所以刚才我们在业绩 例如在Google上的复盘 也指出了 Google自己不会走一个 单边上升的浪营 虽然他公布的所有东西 都是华尔街最合听的 但始终 预测的市盈率 也不是压到太低 压下去大概是20倍 对于他来说 也是一个中性少低一点 所谓的估值 要匹乏业职 这么快拉上去 190元 我会觉得有点难度 在短期的角度来说 但是 毕竟当一拉上去180元之后 整理整个格局 就由之前一浪低一浪 被人不断打 就完全变回了一个正常浪营 不是有机会 但现在已经变回了一个正常浪营 变回一个正常浪营 可能是回来回来 都可以回少一点 但是回来回来 已经有充分的支持 对于无论是做正股 或者其他衍生工具 的朋友 其实是好友来说 都算是相当有利的了 这是Google 在大家最喜欢听的 是走势的福盘里面 就是这样看 至于AMD 也是 双杀完就双杀了 之后怎么走 我相信 又会是相对之前的角度 就更加沉悶地 没有说大跌 没有说低下跌 我是不选择它跌了7% 就双杀完KOL式 见跌看跌 这些老套路 我不会做这些事情 我看一只股票的升跌 不是从它单日业绩后的升跌 跟你很老套地见跌看跌 去看结论 我会看其他很多东西 那AMD也是 如果当我一拨下来 我会想到 一会更加沉悶的区间式行走 除了GPU 我们会看到这份业绩 也会看到CPU 里面的复苏 都有一定程度的复苏 复苏得慢 但起码有见底的徵兆 其实大家都要明白一个常识,如果AMD上这间公司的现阶段,将来发展了很多年后,发展到GPU的Turnover比CPU大时,可能AMD才可以脱变为真正的GPU公司 但现在很可惜AMD的真相,其实不是看现在的世界的AI多强,或者好像已经伟大那些GPU打了鸡血,很遗憾地去看这件事 如果用这些新品来推高AMD,是纯粹一个情绪式地推高的,这不是它的内在 总之大家认识长话短视的常识,AMD在现阶段角度来说,它的所谓股价真正的好坏,根本仍然是看CPU,而不是GPU 但在第三位业势时,我们都会看到CPU起码有足底的所谓迹象 因此,对AMD单日跌了7%之后,如果从这个位置基础之上再无限地看淡 我觉得你可能会犯了KOL式的所谓见跌看跌 如果正常的区价走的话,特别是有期权的那些人,用一些手段 特别是有学生,你知道我想说什么,用一些其权的手段 其实来说都可以不错的,OK 当然,如果你把他拿来,因为很多人都有错误思维 是因为整个人生,诸多理由借口也好,他没有拥有英伟达 然后就想歪心思,去放入其他股份那里 甚至全力放入其他股份那里 如果使用这样的思维,比如说你没有用英伟达 你就把全副心机放入AMD,那我想先行给主见 这样的思维是近乎99%是有机会错的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好,我们是复了盘已公布业绩的公司之后 我们就去前瞻另外几间公司 公平地都包括香港那些 好,我们前瞻是Amazon,然后Intel,然后再加上香港的1299 首先就说了Amazon Amazon现在在美国的盘前也是拉了上去 拉下拉下,又非常接近前历史高位$200 因为现在盘前是$193 当然,今天在广告内的股份都全部是硬偷偷拉上去 因为Google的业绩打了鸡血 就令到无论是有广告业务的Mata和Amazon也拉了上去 Amazon自己的业绩应该会做到几个中举 艾福高市场预期未必敢这么说 但起码业绩应该很小的机率炒车 即是会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业绩 广告业务的部分当然我都会觉得OK 因为如果Google可以的话,Amazon也不会差 但问题最主要是要看一两件事 第一,Amazon在AWS云计算过 究竟增长是否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环比和同比的增长 因为你要明白Google的增长这么澎湃 是有自己的原因 例如他自己的AWS云计算过 他的业务也会放多烦 他在AWS云计算过 其实是占他的比较大 另外Google也有先天的所谓AI的基因 和他所谓低基数的自然效应 那么多东西跌加的基础之上 他的增长是很澎湃的 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 当然他理所当然得利害金分业 就是做得比理所当然更加好 这个是值得赢的 但问题是Google有这么多因素 不代表Amazon是有的 再重复一次 Google有的这堆优势 其实有步伐Amazon是没有的 比如Amazon现在以一个最大的事占 都是龙头的 倒回来其实也是有一定的 担忧是怕别人爬过去 或者事占是你蠶食不了别人 反而被人蠶食 Amazon的AWS是有这些担忧的 而且Amazon在整体云的发展里 我会发觉近这两个季度都会相对比较低调 现在的真相都快就来写中了 究竟这个低调呢? 是低调去想着韬光养晦 还是低调的原因是因为真的不行呢? 我可以从今份业绩来看见 所谓的真理 所以在整体的所谓的picture 是会相对比较朦胧一点 但如果我说到最清楚一点的结论 我觉得Amazon的业绩是会 起码中期中矩甚至或以上 也会令到股价不会有太大的上落 坦白说只要业绩不是炒了 如果借这些又获利回吐3-5% 可能会回吐到差不多 我觉得这也是提供的机会 也不顶 只是很简单 你这段浪也曾经试过 194元 狗不达8元回了十多元 你去到180元又叫救命 现在就会冲上去 难道你现在有高追? 你明白吗? 如果人家有约干涉回吐的机会 那大家有时也要珍惜 不可以玩那一套跌又下跌 然后升又在骂 不如不要玩股票了 最后我们再谈了美国的intel intel的分析非常简单 我个人觉得intel的股价 即使是回了比较立制制 但通过立制或回多的股价 就不代表它现在存在的问题 是已经解决了 因为你知道我客观现实经营的问题 是怎样 和现在股价每天的运行 其实没有必有个correlation 它现在股价打横下 或者好像已经回了很多 那回了很多人 关于业绩是恶化还是不恶化 关于什么事 我可以继续恶化 你明白吗? 而我们就是说 在两大业务里面 设计上 GPU也是很一样 但在CPU的设计里面 也仍然有一定的优势 至少AMD自己的CPU 也不见得有很大的突破 即是议事论事 AMD我们曾经分析过 它估价升得最强的那刻 是由2016年升到2021年 连续5年乱装 是抢了英特尔很多CPU的市场 但自从2021年之后 AMD的市占率也不见得有改善 所以这也是给了Intel一定善息的机会 因此它的CPU也不是最足够的地方 在设计上 相反的计算是最好的 在最大的那部分 当然是代工那部分 老实实 这里也是直说直说 代工那部分 看它的资料 真的可以用三个字形容 即是没有足够的了 我觉得 阿sir也好像这样断言 我也觉得极大机率也没有足够的了 都只是这样做 是继续疯狂流血 即是流血到像大动物流血 没有意思的 而你那个代工 我们也会觉得 比较悲观地 你再丢多少钱也好 其实你在技术上 你都追不到别人了 即是三个字算版 如果这个业务 你不找方法去解决它 停止流血的话 其实对公司的价值是永续的伤害 而且你每一年这部分都试大钱的话 你遇不到的 那你永远都没有PE 或者你永远PE也很高 那你永远PE也很高 结果就令到股价不断向下 跌到下去 跌出资产症症症 或者甚至是疯狂 就大幅低的资产症症症 你计算得多低都没意思 因为你不止血 你不止血又没人买 那就没意思的 那我作为一个小市民也好 虽然不会有人管 小市民也好 我都公开呼吁一下 因为我们有言论自由 我都呼吁一下英特尔的管理层 不如你快点想办法 拆毁代工业务 你快点让人解决它 你继续留在INTC的英特尔的本体 只会令到股价永远都流血 所以我认为业绩也是用三个字 即是算罢了 算罢了之外 在这份业绩 我觉得唯一的有机会的惊喜 会不会CEO突然大发慈悲 跟你说 特别大家要留意 在代工业务里面 有没有真正的止血的解决方案 如果有股价可能会假夹上去 所以我觉得业绩是废话 最重要是业绩的宣言里面 他有没有肯做代工止血的行为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也公平地说一下 少少港股 1299 1299打了鸡血 现在跟随着大股价同步 还是总之恒指回多少 他又回多少 老实说 没有了自己性格 我都觉得比较可怜 但是1299 我会觉得暂时 都不看是无限脱陷的形态 因为始终 我会觉得1299 由头到尾做了一条数 也没有特别得罪人 而现在刚好 之前公布的半年到业绩 也做得不差 其实以保远估的指标来说 例如New Business Value 整体NBV的margin 有53.9% 也是高位 相对同比增长了3.3% 以至在代理人的请的人数 也有良性的增长 和高双位数字的增长 所以现在总统这些 1299的角度 也是一个不差的分析 我们会期待 不在经济上 特别是第二季度 第二季度也会做得比较好些 在第三季度 现在中国又说放水 应该会在环比的角度 慢慢有少少改善 也不奇怪 人们也会疏爽少少 如果在23,000的角度 有些人真的可以走 你别想到 每个人都在23,000买 有些人 其实我觉得升到23,000 始终有个好处 是令到很多人 是有人愿意 把自己锁成3,4年的蟹货 一次倒出架 或者止算 这笔钱由终极的死货 变回活水 我会觉得是很好的 Anyway 我会觉得 在升到23,000那刻 肯解决货的人的总数量 应该是多 过23,000买货 的人的总数量 因此 对于那一剎那升到上去 是对于社会的贡献 是多于社会的伤害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这些事情 如果是事实 对于这些保险股 也比较注重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保险公司 我觉得相对来说 会比较好 变成1299 加上不会回了这么多 也不会太过在价位里 慢慢看淡 对他们来说是中性偏好一点 这是1299的看法 好 今天的影片暂时到此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请记得订阅、赞好和留言支持 11月正式开播 绝对长调多次 不会风平浪静 绝对有很多投资和博弈的机会 实际影响未来一年 全年投资的重打点子 都会由今年2024年年底 如果想知道的话 可以参加我们投资的广座 点击是总统大选的博弈功力的广座 发言都是全面的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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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